比利时在上周报告了4例喉豆病例后,成为第一个对喉豆患者实行21天强制隔离的国家。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,比利时卫生当局于周五做出了这一决定。 喉豆接触病例不需要自我隔离,但应保持警惕,尤其是与易感人群接触时。 喉豆与天花属于同一家族的疾病,症状包括明显的凹凸皮疹、发烧、肌肉酸痛和头痛。 喉豆的致死率低于天花,死亡率低于4%,但专家们担心这种疾病会异常传播到非洲以外的地方。 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表示,该国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疫情。 据比利时日报Elizouar报道,这个数字很低。 周六,负责比利时COVID-19国家参考实验室的微生物学家Emmanuel André在推特上表示, 该国已确认第四例喉豆病例。 他写道,这名患者正在瓦隆大区接受治疗,与安特韦普事件有关,其中两人被感染。 他指的是5月在港口城市举行的一个节日。 周六,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,在12个不同的国家有92例确诊病例, 其中28例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。 喉豆病例已在英国、葡萄牙、瑞典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国、比利时、德国、美国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得到证实。 在英国,英国卫生安全局首席医疗顾问苏珊·霍普金斯周日告诉BBC, 他们每天都发现更多的喉豆病例。 教育部长Natham造号一表示,政府正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他。